第十二段 第十二段是轮奏 轮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轮奏 跑动什么什么的 就是手指连你 这个是一定要人人过关的 因为八度和和弦对手是有限制的 像我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弹八度都不方便 要死练了的时候 可能要练坏 我自己也练八度 也练坏过两次 所以我觉得八度技术不要免账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跑动弹得非常漂亮 就成功了 这个轮奏我们听一下 轮奏有一些窍门 我们看这个 他做学家的指法 三二一三二一 就是不是上下动作 上下动作谁也抖不了 这个可能两秒钟手就将成一团了 手腕三二一三二一 什么感觉 我通常让学生这样弹 他现在是同音反复 嗖嗖嗖嗖嗖嗖嗖 我跟学生说我们来转换几个音 把它变成 缩发明缩发明 变成不同的音 指法相同 三二一三二一 你弹不同的音的时候 你就非常容易就找到了 而这是连奏 这个曲子啊 他写跳音 但是你要用连的感觉来弹 照样出跳的效果 还方便 你看三二一 先弹顺 手腕三个音帮一次 然后你给它变弹 没问题 再把你这个顺的感觉 挪到同一个音里头 因为我的学生 如果他找不到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让他弹不同的音 像别的曲子 这是七四零 这也是轮指 四三二一 那轮的手指更多 都是这样的 四三二一 不同的音 在轮进来 你用连的感觉弹 反正这些音都连不起来 所以不要有顾虑 他最后总归出的是跳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生硬的跳 你手是僵的 每转一圈 手腕的感觉要落在三指上面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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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手腕呢 是不能压得太低 小时候教小朋友的那个套 已经发生了变化 要适应这种曲子 手腕保持太低的 很难弹 手腕可以掉下来一点 而且这些要配合 你这些如果都压低了 要通唱 一个是这个感觉 第二个是要特别注意 利用这个执法当中 三二一和三 这个我们看这个 这个位置哈 看第二个段落 这个第二个段落 执法就有用了 这个拉到声发 在快速弹奏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地连起来 因为时间太短 别人去察觉不到 你这段别人在跳 但是你有两个音是连的 就方便 就是很累的 不同的音 不就是很容易连吗 一二三四五六一 六到一连 六一 一二三四五六一 就是这个技术当中 有很多别人察觉不到的东西 你去可以利用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让学生弹起来 它会很快 或许 每个老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觉得只要管用就行了 这方法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听这个人讲它是它的 这个人讲它 它最后总归是一致的 出来的效果 那么 以后如果给学生弹到连奏这种技术 我们就是要装开找一下 你就可以拿了有用的力 还要讲踏板 这个曲子的踏板还是跟左手 因为左手 有长有抖 这个长音 单独看左手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梁小杰一个句子 一 长音 看不看长音 加强就是停顿的语气 停顿 这一套吧 接下来这套有更多 就是在第五小节开始 因为到底它放连线 有年有跳 这个音乐很丰富 那根据左手的韵语 一二 一二 雷拍 唱一下 我都是前半拍踩 后半拍放 不要踩 一二 一二 二的时候脚已经起来了 右手它始终不变 根据左手 左手歌唱性强的地方多踩 歌唱性少 跳音多的地方 这些我们怎么会学个踩的 别的两个就多踩 两个手在一起组合 如果学生这个右手解决的好呢 就是这一次 如果右手一般呢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 我们得学生推定一个周期 我可能要让他四个星期 这个学校结束的话 前三个星期就拼命地解决技术问题 第四个星期 我心里做的想法是不拖了 四个星期要完 最后一个星期 我就是要讲音乐 因为前三个星期 如果那个技术能解决的呢 它也差不多解决 因为暂时解决不了的呢 还是要往前进 还是要照顾进度 那么让他维持住 这个时候来尽量地表达音乐 就是总共有一个要求 不能无休止 另外呢 就是最终让学生要提到音乐 音乐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好 就是这一条